美国和俄罗斯又在黑客问题上打起了嘴杖 据外媒报道 近日 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纷纷调示 遭到了外国黑客的入侵 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然而 美国政府还没有公布调查结果 美国媒体就开始炒作 这事是俄罗斯人干的 路透社在报道中称 疑似俄罗斯黑客监控了美国财政部的邮件 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 俄罗斯是此次黑客攻击事件的幕后主使 而华盛顿邮报更是给出了可能参与大规模网络攻击的黑客组织 其报道称 一个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的黑客组织APT29可能参与了网络攻击 并且这个黑客组织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入侵过美国国务院 白宫等其他机构的网络 对于美国媒体的指责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进行了谴责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也否认俄对美政府机构发起了黑客攻击 俄罗斯呼吁美国停止嫁祸行为 但是美媒却不愿停手 在一系列的报道中都将矛头对准了俄罗斯 对此 俄罗斯人也不得不开始反击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5日报道 在当天的会议上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家主权保护委员会主席 安德烈·克林莫夫表示 根据他们的评估 俄罗斯敏感部门遭到的网络攻击中 由48%到52%都来自美国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 来自美国的攻击占比高达三分之二 他还强调 美国已经制定了实施此类计划的机制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委员会主席 康斯坦丁·科萨切夫 早前也提出 根据独立专家的评估 俄罗斯所遭到的计算机系统黑客攻击中 有28%至30%来自美国 而美国所遭受的攻击中 仅有2%到3%来自俄罗斯 但即便如此 俄罗斯也没有胡乱指责美国 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科萨切夫也指出 美国一直不愿意和俄罗斯 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协议 因为这样的状态 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 从事网络间谍活动有利 同时美国还能借黑客事件 实现反而目的 实际上 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 指责俄罗斯发起黑客攻击了 此前 美国曾三番五次 指责俄罗斯 中国等国家利用网络间谍活动 窃取美国的新冠疫苗知识成果 在网络攻击问题上 美国频频向其他国家泼脏水 按照俄罗斯此次的解释来说 这其中少不了政治目的 责俄罗斯